我叫英俊是一个酒吧店员,不久之前我失业了,和妹妹来了一个酒吧,我一直都不算是一个优秀的人,但是五年前,我遇到了一个优秀的女人,她也是我的妻子,她叫莉莉,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,我们一见钟情,很快就结了婚。 就这样五年过去了,因为性格原因,生活总是起冲突,这天,我来到酒吧找妹妹抱怨对莉莉的不满,却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,我慌忙地赶了回去,家里面一片狼藉,碎了很多玻璃, 地上还有血迹,莉莉也不见了,我急忙报了警,警察在我家调查线索,我们还展开了记者,让更多人去帮我寻找莉莉,记者让我微笑和莉莉的照片合照,但是后来配的文字,让大家以为我失去妻子,还在笑,是一个复兴汉,警察还发现我银行卡里面签了一笔锯款,他们在房间里找到一个信封,顺着线索,警察找到了莉莉的日记,上面记载了,我们相识,相爱和结婚,最后还是我出轨并且对她实施家暴的日记, 还有邻居告诉警察,莉莉已经怀孕了,还竟然受到我的欺负,紧然将这些证据给我看,很明显是我对莉莉不好,之后又把她藏起来杀死, 只有我明白这一定是莉莉的一场骗局,因为她发现我出轨对我进行的一场报复,我还去找到莉莉的前前任男友,她也差点被莉莉误嫌坐牢, 这更证实了我的猜想,但社会上,那些舆论警察的证据都让我无法辩解,他们不明白都是莉莉营造的假象, 是她通过邻居孕妇弄出怀孕的假单子,然后告诉朋友她怀孕黑我,虐待她的事情, 石头那天的现场也是她一手营造的,想把权益推给我,让我身败名裂, 后来我派人去调查莉莉,逃走的莉莉伪装成别的身份,找到了新的住处, 但是遇到了坏人,所有的钱都被抢走了,迫于生活,她只能去找爱她很久的前男友, 她是个富豪,莉莉也暂住在她家,我请来律师和媒体, 我公开向所有人忏悔道歉,留住了我在人们心中的形象, 虽然出轨家暴,但是我还是之所就改的, 莉莉也正是看到我的忏悔被感动了,她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, 营造出钱男友,因为爱她把她抓走,还要伤害她的假象, 她狠心的把她钱男友杀死了,却说是为了保护自己, 她满身是血的跑回我这里,在媒体前面撒了谎, 所有人也都相信了她,把我们当作模范夫妻, 只有我知道莉莉是一个内心黑暗的人, 但是在舆论的压力下,我也只能和她生活在一起, 再加上后来她真的怀了我们的孩子, 我也只好小心地维护着这段婚姻,相互折磨地生活下去, 爱情是伟大的,它能带给一个人快乐和幸福, 但有时候,它却能让一个人变得自私又极端,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纯洁的爱情,幸福地生活下去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,请订阅关注我吧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订阅关注我